接下來要送的也是一個有烤過的東西 叫做土石流 土石流基本上就是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 有一些專家還有分顆粒很小叫做泥流 我們不分 反正就是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 就叫做土石流 土石流 土石流 像 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他是大顆的在前面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受到重力的影響 受到重力的影響 然後混著水一起往下沖叫做土石流 土石流 所以土石流的密度也不小 然後呢就有石頭有水一直往下沖 然後呢 搬運的能力啊 淹沒力都很大 然後撞擊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災害 這是土石流的一些照片 土石流的照片 這個就是倒下來 有一張看不出來什麼結果 看那個房子垮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但是就是土石流 但是下一張稍微悲慘一點 那是一個小女生的手 就讓人員把他從土石裡面挖出來 挖出來 當然 上次學問他是不是死掉了 廢話 就這樣 OK 土石流會造成嚴重的災害 那要怎樣才會有土石流呢 土石流 要有水 要會流 所以要有很多的水 還要有很多的土 還有很多的土 然後還要會流 還有會流 有個適當的坡度讓他會流 所以呢 土石流發生的條件 就是要有土 要有水 要會流 好 要有土 要有水 要會流 就是土石流所要能夠發生的條件 要有 足夠的水 要有大量的土 還有一個可以讓他流動的坡度 讓他流動的坡度 讓他流動的坡度 好 要有水 哪來的水 哪來的水 很好 下雨 下大雨 梅雨 颱風 下大雨 然後吸水之後重量增加 吸水之後有潤滑 摩擦力會減少 特別就是 啪啦啪啦啪啦這樣 所以呢就好與時要圓防土石流 農委會 在一些地方 設了一些監測機制 說 這裡容易發生土石流 他覺得會發生 他就提出警報說 有土石流要發生 大家趕快怎樣怎樣 主要就要就監測雨量 就監測雨量 好雨量 有沒有雨量太大 對方是有土石流會發生 趕快離開 要有水 要有土 土呢 有的是本來這裡就有土的 這裡有很多的礫石 比如說山藝火焰山那邊 那裡本來就是 鹽城富含礫石 富含土石的 富含土石的 所以那邊以前 剛剛有人去那邊到 刮沙石 好 再來 還有是 人為開發不當的也有可能 好 我上次去哪一個 哪一個土石流發生的時候 大家說那是因為開新中橫公路的時候 土石沒有運下山直接丟到河谷裡 最後頭部衝下來 衝下來 還有我們講過風化青石啊 本來還有山崩啊 本來就會知道你說土石 還有上一次土石流的土石 也可能變成下一次土石流的材料 材料 這就是土石的來源 好要有水要有土要會流 就是要有個坡度 土石流的發生基本上可以發生有所謂的發生區 流動區跟堆積區 發生區跟堆積比較平 流動區會比較陡 這有數字不用背 你家版本寫的也不太一樣 反正就是要有一個能夠讓它流動的坡度 而如果從頭到尾坡度都很陡 反而不會有土石流 為什麼 因為坡度如果從頭都很陡 土石就堆不起來就會往下掉啊 那沒有土就不會有 土石流啊 你們去年學長你考過這一題 就畫一個畫幾個地方 問你哪邊容易有土石流 因為橫陡的地方不會有 橫陡的地方不會有 因為它根本就不會有土石堆積 風都走掉了 叫做坡度 OK 要有土 要有水 要會流 這就是土石流發生的條件 這裡有個土石流的 影片 影片 又為什麼會發生土石流呢 形成土石流之基本要件 包括上游堆積豐富的土石材料 要有土 適當的地形波路 要會流 以及充分的水文條件 要有水 地質條件不穩定的山坡地 經由風化風潛層大大小小的區塊 泥沙 土壤 或是由於山崩 地滑與落石 而在河谷或坡角下堆積了大量的碎屑物 這些豐富的土石材料 因未處傾斜的山路斜坡上 加上豪雨所帶來充沛的雨量 流水宣泄不了 於是土 石 與水混合 因中力順波下滑 於是就形成了破壞力無遠途界的土石流了 當土石流發生的時候 溪谷中忽然有大量的土 沙 石 石 利 煙塊地夹雜於泥水中 並以爬山倒海之勢 發出震耳 雲農的聲響流下 且在流動之中 甚至可感覺到地面的震動 同時當這些土砂石塊流動通過時 還會將膝床中許多大小石塊或是大型障礙物一起沖下 而在流出谷口時 這些大量的土砂石塊 可吞噬构造物 衝走車輛 掩埋道路 防射 田園等 最後 當這些土砂石塊停止流動 則形成大範圍的衝擊扇堆積在谷口 是呀 土石流這種運動模式 對於發生區 流動區 與堆積區內的各種設施 人民生命財產 及生態環境 都會造成直接破壞和傷害 這是土石流的影片 那土石流的原因 第一個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地方 台灣高溫炎熱潮濕風化作用強烈 還有很多地震 所以本來就很容易發生土石流 不過比較奇怪的事情是 大概在賀博颱風之前 我其實不太聽到台灣有什麼土石流 可是從賀博之後 只要每一次來台北我就聽到土石流 土石流 土石流 那懂不懂為什麼 好 我小時候不太聽到這玩意兒 但是基本上 天然條件看 台灣就容易發生土石流 然後再加上我們一些不當的開發跟利用 我講過的種檳榔 種檳榔 種檳榔 還有人在高山種那個高山茶 還有人做那個什麼 那種芥末 芥末的人會知道叫什麼名字啊 蛤 什麼東西 山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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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921之後搖一搖搖一搖搖一搖 把台灣的搖鬆掉 所以以後就會更容易會發生土石流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呢 反正啊 從賀博之後 賀博之後啊 土石流就已經變成台灣人揮不去的夢魘 只要有台北就告訴你 要小心會有土石流 要小心 要注意一些種種的措施啊 防事先的準備啊 事後的應變啊 你這個要弄好 然後就就說就好 防治 這是我們政府提倡的所謂的生態工法 不要說棄一個水瓶牆 很起來很醜陋啊 有生態工法有卵石啊 有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話 跟自然環境能夠結合 然後他 可是也有人僑過他 但是政府有大力宣導 他的生態工法的好處啊 用處啊 可是也有人僑過他 因為真的有些地方啊 因為生態工法真的比較不堅固啊 所以有地方會喔 今年蓋完了 大水一來全部充換 明天再重蓋 所以maybe你要看一下 你所在的地方啊 是不是比較適合用什麼方法來做 但是我們政府有強調 提倡生態工法 然後跟環境結合 然後不要那麼醜醜的都是一些水泥的東西做的啊 然後呢盡量避開土石流的危險 這也是必要的屁話啊 那個小林村被滅村了 土石流滅村 你要他們搬家 他們搬還是不搬 他們搬還是不搬 那邊就是有土石流啊 被淹那麼慘啊 可是他們還就住在那裡啊 你就很困難嘛 你也很難避 而且講過人又容易出在那個容易淹大水的地方啊 就這樣子 做好玉井跟疏散 就只能這樣說啦 但是好像小林村當時也有一些東西 可是就沒有做好 所以就怎麼都那樣子掉了 所以就是做好一些工作 好 我們講過農委會有一些監測設備嘛 會提出警告 提出警告 OK 監測雨量 然後呢就是這樣 這個你看了很多遍有沒有 森林寶玉 看了很多遍 所以要做好森林寶石 你把森林寶玉做好了 可以幫你防旱災 可以幫你防水災 可以幫你防山風 可以幫你防土石流 這多好啊 排水系統做好 水土寶石做變好 可以減少非常多天然災害可能帶來的危險 好 帶來的傷害 所以呢 不要光看到 要確確實去做 森林寶玉要做好 水土寶石要做好 這些動作做好了 這個我們受到的傷害就可以盡量減到最低 減到最低 這裡看了很多遍 好 以上就是土石流 天然災害 最愛考地震 第二愛考山崩 有考過 土石流 這幾個都是重點 要曉得它的情形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